沒有我都不記得 我說喔對對對 是你 對那個時候 對 他死掉的人 然後他特別有錢 但是技巧的遺產特別多 踏進觀察一半的那一種 我們一樣就是 我就是要問到底妹妹 啊最近成績怎麼樣 那我可能就是問他 小孩有沒有交男朋友 啊 每週一晚上六點半 在鬧大學樂趣頻道 可以看我們的直播 鬧大雜貨店 我們會準備又香又甜香 介紹給大家 記得鎖定我們 酷比鬧大學的IG啊 OK 記得看囉 歡迎收看 酷比鬧大學 哈囉大家好 我是巴比 大家看我先走了 今天 新年快樂 你忘記跟大家祝賀新年了 對 兔年2023 兔年新年快樂 我們今天主要是來問大家 你們 沒錯 我們有準備小板白 這裡 現在最常被問有沒有男朋友 一定是這個 什麼意思一定是這個 就中一下 欸不是 我不是說你而已 我也是 你也是嗎 我們現在一定都是啊 正值大概二十幾歲 你三十六歲 就不會 不要聽話講 亂講好 不是 可是因為大學生不是比較會被問 像說畢業後要幹嘛嗎 可是因為我現在是還大二啦 所以還不會那麼急著要 而且我覺得我的目標算還蠻明確的 就 長輩從小問到大我大概一直都是那樣回答 他們也問你 有沒有男朋友 你們都怎麼回答 我就會說 那你有沒有好的人要介紹啊 我標準很高 然後就開始列說 176以上 多少年收啊 聽完長輩就嚇到了 然後他們就閉著 哦 OK 那如果大家有符合176以上 月薪大概 十萬就好 大家可以去詩勸我們農農 或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不用多說了 過年如果被問到這些問題 你現在該怎麼 我暈過 咬到舌頭 OK 過年腳要不會練動的 不會 沒事 OK好 我們GO 走啊 你們覺得哪些問題是你們過年一定會被問的 第一個 第一個一定會被問的 第一個第三個嗎 第三個 你們現在目前是 大學生 很厲害耶 清大 他剛直接說你們是 清大 謝謝謝謝 清大 謝謝 學店 你們都會怎麼去回復 第一個我都說快樂 快樂 但其實沒有 今年如果又沒有的話怎麼辦 快樂 再快樂 那第三個你怎麼回答 清大 清大 欸那如果要說清大 欸那你未來咧 未來想要做什麼 工程師 工程師 長輩全部都拍手叫好 第五個 他根本就想不起來他是誰 可是你到最後會趁就是那個人走開之後 去問媽媽媽媽 那個剛剛那個是誰啊 會偷偷問一下 問完就會忘了 一吧 一嗎 反正有沒有都要回沒有 啊妹妹啊 都已經這麼大了 怎麼還沒有男朋友啊 讀書為重 讀書為重 第一個吧 媽媽可能覺得我常常在換吧 所以都會問一下 他們現在的問題不是說你有沒有 現在說 還沒換嗎 對對對 同一個吧 那你呢 也是 有沒有男女朋友 那有嗎 沒有 當下有男朋友 你還是會說有還是沒有 看在一起的狀況 欸妹妹 男朋友咧 你有男朋友嗎 沒有 先沒有 炫耀自己的小孩拿來跟別人比較 你看我問你大概是什麼樣的故事 因為我感覺你講出來超怨恨 他你厭世的講出來這句話 是 爸爸媽媽跟姑姑他們就會都說什麼 你來的哥哥姐姐怎麼樣啊 你為什麼不跟他們一樣 對 好情緒勒手對不對 沒錯 去年比較多的話是 什麼時候當兵 什麼時候當兵哦 哦沒有在下面 因為他們可能想要藉由這樣來判斷說 你的年齡大概是在哪裡 他不會問你說你現在幾歲嗎 他對 他昨天說 欸當兵了嗎 跟他說沒當兵 他說為什麼沒當兵 因為還在讀書啊 哦 就知道你是學生 那如果 這些題目 你們最討厭 最不想被問到的問題是什麼 炫耀自己的小孩 不喜歡被比較對不對 說 欸你看你表哥現在怎麼樣怎麼樣 長得又高又帥 女朋友又漂亮 去年其實有時候是媽媽跟小姑 對 要炫耀 真的 而且過年一定要穿得好看 要把自己兒子打擦 就是打扮得超好看的 不能擦擦擦 欸幹嘛 幹嘛幹嘛 開始在旁邊整理服裝 其實我蠻好看的 那你是最討厭被問哪一個問題 那個還記得我嗎 哦還記得我 因為我都不記得 那你要怎麼回答 我說哦 對對對 就是你 對那個時候 對 第四個 第四個 女生最討厭被問這個 欸那如果你被這樣問的話 你會怎麼回答 沒有你才胖 尬笑 就哈哈哈哈 沒有吧 那你呢你呢 你覺得 三八 那如果你被問你會怎麼回答呢 還不錯啦 欸欸不錯是幾分 有90嗎 有每顆都90嗎 比你好多了啦 哦哦哦哦 你會這樣 你會說比你兒子好很多吧 你兒子幾分啦 這樣 炫耀自己的小孩拿來跟別人比較 對 因為我自己在家裡就是 就是那種 最爛的 對 然後所以就是 他們都會拿這些來比較 那你每年過年就是很討厭 大家聚在一起啊 我都沒有回去的 如果是是不是變胖了吧 那個都會改成 是不是又變瘦了 欸你好討厭喔 沒有就吃不太胖啊 沒什麼辦法 被家人問說有沒有男朋友 超煩每個都要問 那你中間有交過男朋友嗎 老實說真的還沒有 哦 哇 那你今年有沒有害怕 又被問這一題 非常害怕 因為很煩 真的太煩了 我跟他說持生不教了 啊不要亂講耶 你等一下主動了自己 我教你怎麼講 你就說我標準高 我要月薪10萬 然後身高176以上 這種他們找不到的那種 那我覺得我應該跟他說 我要找一個 怕死掉的人 然後特別有錢 這樣子 計程的遺產特別多 我覺得可以耶 那種可以領保險金啊 炸零那種 踏進棺材一半的那一種 你過年在台灣被問到哪些問題呢 上面這些 還記得我嗎 小時候我都帶著你 沒有很熟 但是突然他跑過來跟你搭話 就突然跑過來 欸欸欸弟弟 你還記得嗎 以前你這麼小 現在長這樣 成績吧 炫耀自己的小孩 我覺得這兩個問題是可以連在一起的耶 那通常你們被問 你們會怎麼應付 就很誠實講啊 就只是覺得 自己沒有讀得很好啊 就會覺得 問的人很自卑吧 我的話我可能就是笑笑帶過啊 畢業後要大學 沒有 所以現在還是大學生嗎 大二 所以你現在已經會被問 畢業後要幹嘛了 對啊 那你怎麼回答啊 就會說 還沒有決定 啊就沒有後面的後續了嗎 他們不會說 啊你怎麼還沒想好 不是啊 現實先做好規劃嗎 你們大生不是要實習嗎 就還沒想好 可以就慢慢想 我的人生還比你長 那你覺得咧 最討厭的 我成績怎麼樣 我怎麼回答 我沒有成績 那通常成績怎麼樣 你會怎麼回答 我就會以 假裝沒聽到 那會說 欸妹妹妹妹妹 阿姨剛剛在跟你講話 阿姨問你成績怎麼樣 阿姨要不要先吃飯 哦 轉移話題的 然後他們可以動筷子 然後一樣就是 我就是要問到底 阿最近成績怎麼樣 那我可能就會問他 上牌有沒有交男朋友 哦 欸欸好會聊 厲害喔 他攻擊我 就攻擊他 你怎麼可以攻擊我的村莊 對 欸那你有沒有被問過 有沒有男朋友 有 那怎麼回答 我剛剛說沒有 所以疑慮都說沒有 對 就算有也說沒有 對 他們現在都一直說 我可以嫁了 但是媽媽就說 再晚一點這樣 那他們會不會問你說 那你工作要幹嘛 就是稍微 會跟你討論一下 那你可以跟他們討論嗎 我會用比較 成熟的方式跟他們討論 例如說 最近有幾個 有在考慮的方向 不會講出一定的答案 但是會讓他們覺得說 你好像有在 思考這件事情 對 我們 統計完了 今天問到最多的 第一個就是 有沒有男女朋友 然後接下來就是 誰要自己的小孩 拿來跟別人比 沒錯 這真的是很討厭 連我自己都超級討厭被問到的 對啊 而且主要是我覺得 其實這些東西 大家都還蠻不喜歡 超討厭的 其實它就真的是一個SOP 感覺你先問完 這個之後 就會開始接著 全部都被問到 有時候長輩 其實他們真的都在關心 對啦 真的會讓我們很討厭 不用說硬要把我Q上去 可以說 你最近表現不錯嗎 我們都有看到 這樣就好啦 對啊 那也是有很多 比較佛的家庭 就是也就是 真的遵從小孩意見 然後大家想怎樣就是 對 像我們家就比較peace 對 所以我覺得 大家如果你們都有這個困擾的話 可以 分享給你們的家人們 長輩們看啦 也可以問問你們自己身邊 你們覺得 最討厭被問到什麼問題 所以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分享 留言 告訴我們 你們還有遇到什麼樣的困擾 我會比較想要聽 有什麼其他的啦 對啊 好啊 我其實期待 大家應該有滿多 有苦受不出的 所以你們就趕快留言 跟我們分享吧 對 那如果喜歡我跟喜歡農農的 也要記得去訂閱我們的 IG Youtube 還有我們TikTok 對 然後支持一下我們的農杯狗 謝謝 大家可以教我的LINE社群 然後裡面就會發很多 農杯狗相關的資訊喔 我們鬧大現在每週一晚上 六點半都有 鬧大的雜貨店直播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試驗 可以歡迎到我們鬧大的 LINE社群裡面的 鬧大的雜貨店 我們會幫你找了很多 很多好看優惠的東西在裡面 對 然後還有我們下課五分鐘 大家一定要記得去看喔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兒 下班吃飯 新年快樂大家 新年快樂 我們再唱一首新年 新年賀曲 真的嗎 剛剛歌歷琴有唱的 好 來啊 登登登登 我不會 阿公是公 登登登登登 是嗎 公是公是公是你 哎哎哎哎哎 尊重一下 尊重 OK 那不就這樣子不錄了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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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會好聽耶 天賴耶 好 我們今天快樂了 初年請假日 拜拜 常常數不完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